各位朋友 大家好 廣州的德正中路是我最喜歡的一條街 每次只要在附近都會過來鬥一圈 在這條街上有很多我喜歡的美食 今天過來吃熔記豬腳薑 店面非常細 堂食環境就是這麼窄的一大桌 老闆娘在這裏只賣豬腳薑 賣了很多年 一說起豬腳薑 在廣州的很多地方都可以吃到 有榮氣的在街邊的在茶樓裏面都有得賣 但我自己始終都喜歡光顧這間熔記 明明就可以賣的 那些更新鮮的都不知道做好多久了 你新不新鮮的豬腳我吃得出了 嗯 不買了 17元一碗 嗯 是 你這裏自假日我就不喜歡來 我都是喜歡吃這一家 嗯 我不想這麼出名 為什麼不想這麼出名 就想簡簡單單的 哎呀 找到吃 就過得去就算了 真的不想說 哎呀 哎呀 人家的 人家的 這是人家的事 是啊 夠做啊 自己做好 好吃就行了 哎呀 人多我不敢來你這裏吃 人多就沒什麼吃 你肯定 一家人買一家人就買 一家人就買 一家人就買 一家人就不可以 所以自家人 我鳳梨都不來你這裏 拼一來 哇 雞蛋好入味很好吃 老闆娘非常熱情 每次過來都會和她聊天 她所用到的材料是新鮮的豬腳 和滋味齋的甜醋 蛋就是醃了兩至三天 這麼長時間的蛋 我就覺得味道最適合 時間再長的話 蛋就會太硬 不過這些都是要看個人口味 適合自己吃的味道 自己喜歡吃的味道 就是好吃的味道 一份豬腳薑17元 裏面有兩塊豬手 一個老蛋和幾塊老薑 豬腳煲得軟辣入味 甜醋的更加好喝 如果喜歡吃薑做個朋友 千萬不要錯過這間 永記豬腳薑 每次逛街都有新發現 一份豬腳煲得軟辣 一份豬腳煲得軟辣 在這賣的全部都是手工製作的北方麵點 不純粹是北方味 但也很接近 現場現包現賣 是用麵種發的麵 而不是用酵母 每次經過都特別多人排隊 我嘗試過幾種 肉包子老麵饅頭 花卷和豆包 肉包子味道是真不錯 我兒子特別愛吃 如果喜歡吃北方麵食口味的朋友 我方可以試一下這家的包點 再向前走 就可以見到這間麥理堂 專做廣式糕點 為什麼我會知道這間麥理堂 就是因為我們其中的一位 點心老師傅極力推薦 老師傅說他們的酥和懷舊點心 都做得不錯 過來麥理堂 一定要試他們24層的大蛋撻 酥皮相當鬆化 蛋漿起鏡面非常好吃 還有這隻小時候的味道叉燒包非常好吃 價格雖然貴一點 但絕對是一分錢一分貨 對面就是餅記 餅記雖然有很多分店 但我自己就特別喜歡 過來光顧得正中路的這一間 排隊的人也不少 過來得正中路 我就不可能每樣都吃完 雖然我不吃 但我亦可以介紹我認為不錯的店給大家 對面的桃園美食 可以試試他們的煲仔飯 桃園美食的旁邊就是達陽原味燉品 總點在文明路 這間得正中路的店就是他們的分店 都是一家人開的 味道都一樣 他們的圓隻椰子燉烏雞 就真的便宜好味道 詠春蔥油餅 全市只似一家 絕無分店 每次經過都排了場隊 這裡的蔥油餅 現場做好 馬上吃得最好吃 拿回家裡淋了再燒熱的話 我也覺得沒有現場吃那麼好吃 最向前下就是趙機傳情 吃甜品的 這間的甜品就不是傳統形式的甜品 加了不少創新 年輕人比較喜歡 它旁邊的財富麵格 雲吞麵也可以 財富麵格的旁邊 就開了一間新的酥皮功夫餅 廣告語就寫著酥皮 做得非常美 我也好想試一下 每一個餅都寫著單價售價3元1個 但我想買一個來試的時候 店員就說只可以四個四個買 不試一隻我又怎知道好不好吃呢 如果你這樣買的話 那我就不試了 走到老口就有眾多的甜品店 有百花有名記 就變了很多間小的 在老口就見到一個美女在派傳單 石磨芝麻糊特價3.8一碗 超級抵食 在這裡附近競爭那麼激烈 新開的甜品店當然要去試一下 這間店就在老西關奶粉店對著的那條小巷 就是從這條小巷轉進來就是了 糖水店的利潤非常可觀 但競爭亦非常大 想做得成功做得好 亦是不容易的一件事 就是這間小小食堂 芝麻糊是他們的主打甜品 甘得一於煮一碗試一下他們的味道如何 這碗的芝麻糊份量十足 把芝麻糊的碗有我們吃飯的飯碗這麼大 肉眼看得非常幼滑 應該是石磨磨了起碼兩次才有這個效果 入口無論是香度還是滑度都夠 甜到刻度好處 3.8一碗真的超級 老闆娘說新開張的特價還會遲了一段時間 如果經過的朋友不妨可以試一下他們有香又滑的石磨芝麻糊 每次我過來走得正中路 都可以用最少的錢 來讓你的未來得到最大的滿足 今天的視頻 關廣州的得正中路美食分享 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裏 我喜歡分享我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記得關注我 多謝你們的支持